警示器拍下穿着橘色双鱼男子 推着半公椅一路往前走 还以为他在搬家 没想到下一个画面揭晓 男子直接把半公椅丢在路边 人就这样走掉 民众把大型家具放在路边 不是随便丢着就可以不管 必须打电话到环保局 再放到指定的地点 随着过年快到 金融市区陆续出现这样景象 大型家具被乱丢 其实正确做法 不管家具有没有完整 都不需要提前拆解 上面写着编号已经通知环保局 时间一到环保局就会来回收 这蛮方便 我们用主要办 你来如果要拌桌不知道要拌桌 我们也不知道 你还要不担我们还不可以 方便啊方便这些百姓 他们一通而已就帮我说好啊 没有说拖延时间或者什么都没有 如果有挡到车子啊 或是人的那个行人的那个也不好 今天就是晚上九点以后搬出来 我们隔天早上就会幸运了 快过年了 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呼吁民众 第一要提早申请登记 那第二要希望照我们的区队部的排定时间 跟地点将您家中的大型汇器物拿出来 那不要随意乱丢 这样的服务其实很方便 但就是少数民众看到其他人丢家具 干脆没有预约也直接跟着丢 那一般我们的市民啊 在过年前都会买一些新家具来台队换新 那相对的那些旧的家具 譬如说这个桌子啊椅子啊 这个躺床 还有一些重头柜 衣柜等等 就丢出来 那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大型垃圾 不能丢到垃圾车 所以它必须向环保局申请登记 那我们环保局可以用电话来预约 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那因为快接近过年的时候 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呼吁市民能够提早打电话来预约登记 那我们一区队部的话 它是包含我们仁爱区七土区软软区 那电话可以打24312589来预约 中山安乐信义 还有中正的话要打24666863 这是二区队的电话 那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除了星期三跟星期日 是我们同人休息外 那其他的另外五天 我们都有缩孕大型会器物 一般大型家具预约好 环保局就会要求民众晚上九点之后 将大型家具放到指定的地点 环保局隔天一早六点就会来回收 过年快到了 民众想太久换新 记得先打电话预约 千万别乱丢 存奖心 以免触法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